上期说到魔神弹斗士 用白色铠甲打败奥罗胡 大家好,我是全书 战斗过后聊因为消耗比较严重 所以需要休养一阵子 曾经被囚禁的人也都放出来了 大家都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城市目前也恢复正常 然而此时有个叫沙兰坊的妖邪 正在基于那件白色铠甲 同时纳斯汀也在查阅资料并发现 原来铠甲本身具有弹动力 而在与奥罗胡的战斗中 聊发挥出了超越弹动力的力量 简称超弹动 其实这个主要是为了卖玩具 因为他们有超级弹簧可动系列手办 另一边曾氏和当麻在外收集情报 回来的路上他们看到一座妖邪大门 里面出来的就是沙兰坊 虽然他说自己很厉害 但其实才两集就挂了 沙兰坊是来找白色铠甲的 曾氏和当麻的攻击穿过了他的身体 随后他们两个都被控制住 沙兰坊在发现他们不是白色铠甲的持有者后就走了 之后他们两个回去告诉大家情况 为了让聊可以好好休养 其他四个人决定自己去找沙兰坊 果然沙兰坊还在那个地方 曾氏和当麻的绝招依然没有打中他 同时他们四个都被控制住 原来他们看到的只是沙兰坊的影子 在黑暗的世界中 妖邪的影子就是沙兰坊的分身 接着沙兰坊在发现眼前的四个铠甲 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 他终于知道目标就是聊 随后沙兰坊就去找聊 并跟聊说其他四个人快挂了 他将聊引到同伴附近 因为体力还没有恢复 所以聊根本不是对手 不过V级关头聊的铠甲 不由自主地吸收其他铠甲的力量 也因此聊再次穿上那件白色铠甲 他上来就是超弹动双眼斩 不过这次打中的依然是影子 结束后聊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其他人也差不多 不过沙兰坊没有趁机出手 为了确保能够拿到白色铠甲 他还需要准备一下 之后聊他们回到住所 其他人为了不让聊有心理压力 都装做自己其实没事的样子 因为如果要变出白色铠甲 就需要从同伴这边集合力量 所以聊自己心里是不好受的 然而在聊独自冷静的时候 他再次遇到妖邪武士 这一次他准备自己一个人面对 好在普通的妖邪武士不是他对手 接着沙兰坊出现告诉他 自己在东京湾等他 为了不让富商的同伴陷入危险 聊只叫上白岩一起过去 不过他路上被过来玩的小纯看到 所以小纯又告诉了其他人 没多久聊来到了东京湾 而沙兰坊在这里肯定是有埋伏的 他直接用海带困住了聊和白岩 然后就是一招深院斩 聊就这样倒了下去 此时其他人正沿路寻找聊 而聊这边已经被沙兰坊抓住 多亏白岩挣脱束缚拖了一下时间 虽然他很快又被绑住 但聊这时又起来战斗了 可惜聊的双眼斩不敌深院斩 他被沙兰坊抓到水下 白岩因此发出了哀嚎 而这声哀嚎被附近的小纯感知到 大家一下车就被妖邪武士围住 接着沙兰坊准备用 妖邪界的死亡之火 将聊烧得只剩铠甲 然而此时铠甲之间发生了共鸣 火力的设定 所以沙兰坊的计划落空了 随后其他人的力量集中到聊这边 那件白色铠甲又出现了 聊二话不说上来就是超弹动双眼斩 沙兰坊就这样被打败了 然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火焰神的烈火剑 承受不住新铠甲的力量 怎么办呢 当然是找新的装备 这个时期剑武清和黑岩王来到人界 他们是想来挑战那件白色铠甲 更重要的是来送装备 一天晚上经过纳斯汀的研究分析 烈火剑目前无法承受白色铠甲力量 但他随后无意间想到 烈火剑与火焰神铠甲是一套 那么白色铠甲应该也有自己的剑 从爷爷留下的资料中发现 确实有一对学名叫钢烈剑 别名叫乐情之剑的剑 因为其威力十分巨大 现被封印在富士山下青木原树海 由强力的结界保护者 正当大家讨论如何去找剑时 黑岩王突然出现 白岩二话不说与他打了起来 不过因为黑岩王只是来侦查的 所以他很快就撤了 接着剑武清抢先拿到了钢烈剑 隔天辽他们来到目的地 大家用结界破除结界之后 辽拿到了一对假的钢烈剑 随后剑武清登场自我介绍 他是妖邪界的第一剑客 来人剑的目的是为了挑战大家 并拿到那件白色铠甲 如果辽他们打赢自己 那么钢烈剑就拱手相让 接下来战斗开始 大家好像不是对手 无奈之下辽只好拔出烈火剑 同时其他人也把力量给了辽 当辽穿上白色铠甲之后 就直接使出超弹动双眼斩 然而烈火剑因支撑不住断掉了 随后剑武清一剑披项鸟 危机关头白炎用身体挡下这一剑 看到这里剑武清有点感动 既然大家都是爱虎之人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多么耿直的反派 其实剑武清人并不坏 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败阿罗胡 以前他以剑客的身份挑战阿罗胡 谁知道这个阿罗胡不讲武德 说好比士兵器 他却用魔法攻击剑武清 这就导致剑武清吃了一招坠落悬崖 黑炎王随后跟着跳了下去 回到辽这边白炎正在养伤 其他人在讨论对策 当麻觉得还是让辽先冷静一下 毕竟辽现在肯定非常自责 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让白炎受伤 不过在当麻告诉辽这个计划时 辽还是无法释怀的跑了出去 他很懊悔自己给大家带来麻烦 小纯这时过来安慰他 就在这时剑武清也来了 他告诉辽左右战斗胜负的 是战斗精神和意志力 辽现在的情况明显配不上白色铠甲 不过剑武清没有出手攻击辽 他让辽调整好状态再来挑战 晚上白炎看到辽还在纠结钢烈剑 他就自己去挑战黑炎王 因为钢烈剑就在黑炎王身上 白炎虽然拿到了一把钢烈剑 但他也因此再次受到重伤 随后辽赶了过来 而白炎已经快撑不住了 接着剑武清出现 现在一人一把钢烈剑 他们终于可以对决了 辽让其他赶过来的人不要插手 不过他明显不是剑武清的对手 在剑武清使出绝招力叠天舞时 其他人赶紧把力量传给辽 所以他用白色铠甲扛过了这一招 接着两个人互相使出绝招对攻 最终钢烈剑选择了辽 而剑武清则倒了下去 他在挂掉之前跟黑炎王说 他的新主人是辽 随后黑炎王将灵魂寄宿到白炎体内 因此差点挂掉的白炎又复活了 不过妖邪界的侵劳还没有结束 一天晚上一个叫黑羊炎的妖邪 来到了人类世界 虽然他降落在了火山口 却可以使岩浆瞬间结冰 隔天辽去富士山火山口修复猎火箭 毕竟这里是他力量的源泉 果不其然猎火箭遇火重生 感觉辽其实没事可以来泡岩浆 然而就在他们要回去的时候 辽感受到妖邪的存在 不过为了纳斯汀和小纯的安全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此时电视正在报道 阿苏山的火山口突然结冰 大家一看就知道应该是妖邪弄的 接着黑羊炎在路上南下聊他们 火焰神铠甲并不是黑羊炎对手 好在其他同伴随后赶到 谁知他们五个人竟然集体中招 白炎再次未了挡了一招 而黑羊炎则分出五个真身分别攻击 他的目的依然是那件白色铠甲 不过这一次剧情重点是白炎 在接受黑炎王的灵魂之后 白炎现在可以武装进化成白炎王 他穿上铠甲时虽然跟黑炎王一样 但这其实还是白炎 而且钢烈剑也在白炎王身上 与此同时所有铠甲发生共鸣 白色铠甲再次降临 配上白炎王的话装备算是起了 话说黑羊炎侍奉主人之命 前来试探白色铠甲的实力 他随后便使出必杀技兵避震 一瞬间周围都被兵封住 不过这难不倒白色铠甲 同时还把辽逼出了一个新招式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闪黄斩 那由于铠甲的力量过于强大 妖邪他们被直接召唤出来 这时传来了阿罗胡的声音 他其实并没有挂掉 他说具有破坏力的铠甲 总有一天会回到妖邪世界 毕竟他们本身就是邪恶的 随后妖邪大门消失 大家都在思考阿罗胡的话 对了魔匠们也回来了 而阿罗胡的目的依然和以前一样 这次首先出马的是毒魔匠 他用毒液做了一个水神的铠甲 连绝招都一模一样 毒魔匠这一次倒是胸有成竹 虽然阿罗胡还是很担心 另一边魔神坛斗士们 开始对铠甲的力量产生质疑 却实继续增强下去 他们好像变得跟妖邪没什么差别 好在晚上加重虚分别托梦给大家 他说力和力的对抗只会两败俱伤 他问妖是否可以劈开火焰 他告诉当麻力量会有极限 他要正式接受内心的考验 他让秀用心寻找沙漠之眼 他告诉申新的魔炼无极限 哇这算不算单压X5 于是第二天醒来之后 大家就各自前往之前的修炼地点修炼 首先申来到明门大桥的漩涡下 他在这里碰到那个假的水深铠甲 申不仅在力量上不敌对手 他还被对手的超流魄给打飞 不过随后在被打的过程中 他想起加重虚说要磨练心智 做到心无杂念相信铠甲 于是申应接了一招超流魄 通过这样的方式用心感受让他波动 然后他就领悟了超弹动超流魄 由于对手是毒液做成的铠甲 在打败对手的时候 为而不让毒液流出 申改变流水方向自己消化毒液 接着毒魔匠出现将他带走 下一个轮到光辉神曾氏 他在森林遇到一群狼正在围攻小鹿 曾氏用其实力吓走狼群 同时小鹿也惧怕曾氏的实力 话说曾氏这次的对手还是暗魔匠 不过暗魔匠采用攻心的策略 他逼着曾氏一直战斗 并说曾氏身上的妖邪之气越来越强 不肯承认的曾氏内心产生犹豫 他卸掉铠甲暂时撤离 之后曾氏在一处瀑布内冥想 暗魔匠则吸收了附近的光明 一瞬间天降大雪万物结冰 暗魔匠继续劝说曾氏加入妖邪界 因为不忍心看到 无辜的生命受到牵连 曾氏准备再次使用自己的力量 他和暗魔匠又回到以前的山洞 暗魔匠控制小鹿攻击曾氏 曾氏这边不忍心对他们下手 结果暗魔匠就把小鹿们干掉 接着曾氏穿上自己的铠甲 他终于明白就算铠甲具有妖邪之气 只要他的心不被腐蚀就可以了 随后他领悟了超弹动雷光战 暗魔匠就这样被打败了 同时曾氏的身后出现了妖邪大门 这时曾氏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光辉神铠甲分离出去 并一剑斩向铠甲 他要以此来断绝这股妖邪之气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决心 铠甲中的妖邪之气散去 并重新散发光芒 真是又领悟了新的境界 不过因为他和铠甲分离 所以还是被阿罗湖带回了妖邪界 下一个登场的是幻魔匠 他负责的对象是秀 他还向阿罗湖申请调用杀龙人 那是能将铠甲化为流沙的妖邪 话说秀要去的是大雪山 他在路上就受到了幻魔匠的埋伏 与其说是埋伏不如说是指导 他告诉秀用蛮力不可行 还让杀龙人去攻击秀 因为他们可以化作流沙 所以秀的蛮力基本没有用 然而幻魔匠并没有着急动手 为了让秀进一步成长 他决定要在大雪山等他 接着幻魔匠让杀龙人 把一片地方变成了荒芜之地 当秀来到这里时 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变成石头 随后幻魔匠出现并开始攻击秀 他的目的是要秀在这里使出掩铁碎 所以秀的一个大招过后 这个地方直接变成了沙漠 暗魔匠说这就是秀的力量 接着秀很快又被打败了 暗魔匠此时要去向阿罗浮报告 期间秀趴在沙里想起家虫须的话 他终于明白领悟沙漠之眼的意义 简单说就是用心感受自然的流动 之后秀看穿了沙龙人的行动 并且领悟了超弹洞岩铁碎 沙龙人就这样被打败了 就在这时换魔匠又回来了 他告诉秀身和真实都被抓走 为了拯救同伴 因为没有办法飞到宇宙去 所以他就在天之巧利修炼 当麻是直接领悟了新的力量 结果突然一道闪电披下 当麻被传送到云端 此时一个新的要挟出现 他是加油罗 加油罗告诉当麻 身争士和秀都被抓住了 聪明如当麻肯定不会轻易相信 随后加油罗见识到了 当麻的超弹洞正空破之后就走了 他还说接下来要去找辽 而辽也和当麻一样 自己领悟了家虫须的话 他的内心现在也不再迷茫 然后加油罗就出现了 不过同时当麻也赶过来 接着加油罗展示了 争士和声的武器 以此来证明其他三人 确实在要挟界 他把武器留下随后离开 之后大家一起讨论对策 过程中天空突然出现异象 辽他们看到了 正在要挟界受苦的同伴们 这是加油罗故意让他们看的 随后加油罗又来了 他自我介绍说 自己比魔将等级高 这次来的目的是 要带他们去要挟界 加油罗的实力确实不错 他还破解了辽的双眼斩 随后他用心力剑使出蓝星战 这招虽然是AOE但伤害不低 辽和当麻被直接打倒 眼看妖邪大门即将打开 加雄虚的膝障突然出现 当膝障和当麻的力量集中在辽身上 他终于又穿上了那件白色铠甲 辽刚穿好就是一招超弹洞闪黄战 加油罗赶紧闪开 因为这招连妖邪大门都打破了 所以加雄虚还活着吗 其实并没有 隔天加油罗找到那个云游森 对战中他也发现这个人不是加雄虚 但不管是谁总之是个障碍 加油罗随后使出必杀之箭 而那个云游森靠着西藏才离开现场 另一边当麻和辽还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跟随敌人进入妖邪界 辽这边是比较冲动 当麻是觉得那样进去只为碰到陷阱 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进入妖邪界 他提议去之前 要挟城堡降临的地方找线索 还好留下的是当麻 另一边加油罗回来报告情况 看得出阿罗湖特别照顾加油罗 他让加油罗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 回到辽这边他们准备出发 此时那个云游森主动出现 他竟然是曾经的鬼魔匠朱天 他继承了加雄虚的西藏和遗志 他过来是为了确认 辽他们是否真的做好准备 接着辽他们来到目的地 而加油罗早已功后多时 这里再一次变成战场 话说加油罗的招式还蛮多的 辽他们很快又不是对手 多亏白眼及时冲过来 他一爪扫到加油罗的胸牌 这次攻击好像很有效果 同时聊他们抓紧机会穿上铠甲 而白眼也变成了白眼王 他们三个同时承受入侵力剑的攻击 然而这一招还要附加效果 眼看他们三个都要被送入陷阱 朱天急忙投出了西藏 就这样聊他们顺着那道光 成功去网腰斜戒 我是全书 下期就是TV版大结局 加油罗到底是谁 神秘的白色铠甲什么来头 阿罗湖是否会被再次打败 我们下期继续 我们下期见